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Blood Star 荒野 蘭德拉 那最近基本上我們的全球總決賽是開扁啦 那目前來說基本上我們的懷特還有我們的劍聖 就是這兩大主播基本上都會在YouTube上面 跟大家進行實況的轉播還有解說喔 我覺得這個還蠻精采的 我偶爾也會去看一下喔 那大家基本上現在有沒有在看全球總決賽 你們支持哪一隊呢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啦 各位 真的是很High啦 我當初最近會回來玩荒野亂鬥的另外一大原因 就是因為我發現他的比賽看起來也是很刺激也是很激烈喔 所以我就覺得好不錯好不錯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很愛啦 所以現在才慢慢的給他練習起來這樣子喔 那這邊昨天有介紹大家的留言啦 大家好像是說我們這邊的能力之心 基本上兩個好像都要有喔 基本上就是看我們這邊的地圖來去決定 到底要用哪一些裝置或什麼之類的啦 武裝配件這些也是這樣子喔 所以基本上這個的話呢 我就先 到時候開直播的時候再好好問大家好囉 我們現在就是先不要買 然後有人推薦我就是 可以買這一次的通行證啦 因為這一次通行證的話會有另外一個就是 很酷炫的這個 奔騰的這個造型 但是我覺得這個騎士的這個就蠻帥的喔 我們看一下喔 他這一次的這個造型的話是這個啦 有點這個暗夜騎士風格對不對 可是他另外一個二階的這個好帥喔 他會變成那個黃金騎士是不是 兩碗變身顏色耶 OMG 超帥耶 你看這隻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好了 這隻感覺變身之後好像顏色會改變耶 哇 完了 我真的覺得 換眼亂動真的是 真的是越來越會了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是越來越會了 以前都 喔唷喔 他會直接變成那個 幽靈幽火騎士的感覺耶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拿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OMG 帥到一個不行 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 我們這個東西開起來之後 好像是可以直接就是 變到很高等就幹嘛 這個到時候 開直播的時候再來問大家 你看 哇靠 直接變成一個 幽冥騎士的感覺耶 超帥的我的天啊 對啊 OMG 噢好帥喔天啊 我對這種武士啊 或是機器人這種角色 無法抗拒你知道嗎 這隻無法抗拒耶 我看一下喔 這隻是另外一個 然後這邊 這一次好像是 一定會拿到的就是這個 我先看一下黃金這隻長什麼樣子 他在旁邊那隻就是那個 紅色的啦 來啦各位 來看看 可是他們這邊好像就顏色都變了 顏色是變了 但是他這邊的話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這邊的這個 一樣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就是招式的這個顏色 是一樣的 喔然後這個 大招好像就是 讓你就是分裂子彈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感覺好像還是一樣 這樣感覺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看了一樣 好像是說什麼就是 就算沒有攻擊到敵人 他那個攻擊也是會分裂 因為像我們現在這個的話 我們就是攻擊 這樣出去 如果我們沒有打到敵人的話 他是會分裂的 這樣子 你打到敵人他會分裂 然後如果你沒打到敵人的話 他不會分裂 那開了這個之後的話 好像就是會分裂 看一下喔 對 開了這個之後 他倒點了之後就會分裂 他不用那個 所以那個大招 那個極限威能感覺要去好 對不對 這個不錯 但是他最適合這個造型的這個特效 好像都是這種優惑的 然後你優惑的這個就是 就是其他只是顏色的這個不同 就看你們比較喜歡就是那個 黑色還是那個金色 我覺得目前來說這個 紅火劍的這隻最帥了 各位 就這隻 這隻應該是我覺得最帥的 因為他有這個紅色的這個劍 那一般的話大家拿到的話就是這隻 他拿的是這種綠色幽靈劍 綠色幽靈劍也還行啦 我覺得那個 黃金的好像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我自己個人就還好 黃金的我自己個人就還好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 極限威能也是要等我們大招疊到一個滿層 你再去讓他散射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先疊到滿層 滿層之後的話基本上我們這樣丟出去的炸彈 就會直接那個 你看 我們如果沒開極限威能的話就長這樣 然後開了之後他就會散出去 對他就會散出去這樣 很帥捏喔 不過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用的這隻 騎士其實就還算不錯了 我們個人就覺得這個騎士 自己個人就還滿喜歡的喔 完全沒問題啦各位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來試試看雙人 我們昨天好像還沒有就是 打過那個雙人 我們昨天都在玩礦坑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啦喔 來看一下 大家覺得他最適合玩哪一個地圖或是模式 也可以在下面跟這邊分享一下啦各位 OKOK 很爛很爛看 這騎士槍是真的很帥啊我的天啊 這騎士槍我自己個人也是 蠻愛的 真心磨錯 哇我們這個 這老哥很拚耶 欸小心 不被受敵 然後大家跟我講說這隻角色基本上 還是要打一個追擊型的 完了我們直接爆開 哇他們是直接硬車我們啊 要這樣子搞喔 要這樣硬車我們喔 我們只不過是出來看個熱鬧 就被打死了我的天 那也安捏 因為他另外一個那個梁是影子啊 我們先把影子打掉之後 他那個 達里爾直接衝出來然後直接車我們兩隻 他算是一個一換二啦好不好 頂聰明的選擇 不過我們剛剛那個沙迪朋友啊這個走的有點快 沙迪朋友走的有點快 好這邊來中間點位 拿多一點這個 全吃全吃 我覺得我們要後撤 你怎麼看 大媽我們 哇靠 完了 我覺得真的不能打太極耶 就是如果真的要就是 拿一個好的名次的話 就該龜龜戰法好不好 龜龜 你看我們那就是一隻那個 很像柯伯倫機器 唉唷 幹 三角 蛤 完了 哇靠 怎麼會這樣 這怎麼會變成剩下我們這幾組 欸那隻是阿嚕對不對 對那隻是阿嚕 沒有小心那個道格喔 道格不知道躲到哪裡喔 他等一下就直接 出來一個那個正波正波我們就 就沒有了喔 完了我這個威能開的有點爛 完了他們人在哪裡啊 完了阿嚕 哇靠 阿嚕超大隻欸 不是阿 道格勒 我覺得這次比較可惜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子彈啊 回率好像沒那麼快 感覺就像派 派怎樣吃心那些的 完了 道格直接殺出一條血路 OMG 但還行啦好不好 我感覺這次真的是慢慢越玩越好玩了 而且他其實那個就是 他如果敵人站在一起 他那個散射彈打出去那個傷害也是很大 可是你還趕快就是讓自己升級起來這樣子 可以喔 這邊是威猛機器人 哇我們這邊是機械刷刷刷主啊 使徒跟我們 試一下啊 喔被我們搶到了喔 他們沒有吃到喔 說呼 出個爽 出個爽 小心一點 哇靠 那個艾米 7個能 7個能量方塊啊 有點多 哇9個啦 可是怎麼 泡妖喔 我剛才想說 他怎麼好像 很菜 然後我就爆了 哈哈哈哈 沒有 路剛剛好一點我們不會死耶 而且我們捅的還蠻大的 我們直接把他戳死啦 哇好可惜喔 直接集計耶 完蛋 我以為我們奔騰的這隻角色的這個 要我們說他的這個杯數本來就比較少 欸老哥你不動喔 哇錯過最佳時機了 哇他直接吃肉口飽了 好猛 這隻衣是破垃圖寶 欸欸欸 哇靠 這太讓他爽賺了吧 哎呀 完了他是倒閣的人啊 對啊 他是倒閣的人啊 OMG 那一組已經 吃瘋啦 不過他們暴被我們打死了 他已經吃瘋了 沒關係 我們也慢慢刷 不是啦 道閣真的很誇張欸 這什麼鬼巧色啊 他比假記還誇張欸 欸他有復活欸 這邊我覺得我們要走 這邊如果讓他過來震一下我們就沒了 完了 就是長這樣 完啦 他玩得好開心啊各位 OMG 完了要被震死了 欸你還 他還把他拉過去 嘿嘿嘿嘿嘿嘿 啊 我嘛 呢 好 啦 我 可